老中生上課吵架 吵到教官來制止 這是一個醫院老師搶架 他叫我亂來 然後吵架 超人都是超兇的 然後整個字樓都是他的聲音 超大聲 上網課上到教資源 老師暴怒 阿不然 你們說一下哪裡需要資源 我去幫忙支援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看怎麼看 就會在說你啦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欸 帶我幹嘛 你帶我幹嘛 我是阿姆斯 梅梅啾 我是劍梅 我是大家永遠學長 謝敏 Yeah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林口高中 我們要請求我們的名是 廖三六九 我好屌 我好屌 請問現在高中生對於線上上課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想問一下 你有在上網課嗎 有啊 就是之前有 停課的時候 上多久 七天吧 那你喜歡上網課嗎 蠻喜歡的 線上上課跟實體上課你選一個 線上 為什麼 因為在家裡很舒服 想幹嘛就幹嘛 那真的有在上課嗎 沒有啊 沒有啊 邊上課邊打傳說嗎 差不多吧 那你在上網課的時候真的會聽嗎 有時候會聽 要看是哪一節課 大概物理跟化學吧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上網課的過程當中 你們會開鏡頭嗎 還是把聲音MU掉 都有 所以老師根本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 對 你覺得班上有幾層次在偷懶 九層吧 九層 怎麼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就一起在打 在上課就邊打傳說邊聽課 對啊 OK 蠻屌的 你學校有上網課嗎 有 上網課的時候你們都在幹嘛 睡覺 我有在上課 不確 我真的真的真的 10層的課你聽了幾層 11層 11層 他是不是有偶包 他沒有 他是就真的很認真 真的嗎 乖學生 那你覺得你認真嗎 不認真 那你會有一點內疚嗎 還好 這就是高中生嗎 我沒有搞通過嗎 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 那你們比較喜歡上網課還是 實體課 上網課 實體 因為我覺得去學校很好玩 你喜歡跟人互動 對 那你有跟老師互動嗎 沒有 並沒有 你一般在上網課的時候 你發生過 你覺得最好笑 最最搞笑 最難以忘記的事情是什麼 一個懂睡女孩的故事 那天我進教室之後就開始睡 然後睡到了第二節 我沒有離開那個教室 然後其他班進來的都坐我在睡覺 你的意思是 你就一直掛睡 掛到下一節課 你這個是有一點過分 老師沒趕緊出去嗎 他沒有趕我出去 他只有隔天就說 他開始要點名了 因為有同學都會睡到下一節 哈哈哈哈 那 你覺得你朋友避而聊夜嗎 地空飛過吧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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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網課的狀況下 你私底下真的都有在聽課嗎 我是會啊 其他人我不知道 最明顯是對朋友沒有信心 你覺得班上大概有幾成在聽課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吧 在沒聽課的狀況下 你遇過什麼最扯的事情嗎 就是他們會試一下 然後打電話 然後玩傳說 然後 結果玩一玩他們麥沒有關 哈哈哈哈 你說 欸上路支援上路支援 結果老師在上課這樣嗎 差不多了 老師就說 不然 不然你們說一下哪裡需要支援 我去幫忙支援 哈哈哈哈 重點是 老師最後有沒有支援 沒有 沒有支援 那你喜歡上網課還是實體 喜歡上實體 因為實體才能玩 兩課都坐在家屁股快爛掉 真的喜歡上網課嗎 還不錯啊 還不錯為什麼 可以做自己的事 比較喜歡上網課還是實體 當然是網課啊 爽爆了 這實體在累死了 然後就很早起床 然後來上課睡覺 你們都會上網課嗎 真的有在上課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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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沒有在上網課的時候 你們都在幹嘛 吃東西 追劇 追劇 睡覺 飲食 上網課怎麼要追劇啊 把老師靜音啊 然後 那如果老師說 那個同學請你回答之類的 他們會叫我 對 會打電話 我沒有打電話 你說一下 如果他在追劇 叫他們回答你怎麼辦 我們在群組標準 王玉珍 所以他們都會call你 支援你就對了 嗯 毫無愧疚的 嗯 不會啦 你覺得呢 來什麼課 你最沒辦法上 呃 音樂課 你們是很討厭唱歌 還是很討厭老師 不是 是討厭老師 那你現在唱一首歌 呃 沒辦法 我們要阿美族的唱歌 來 那你就承擔這樣子 為什麼 所以來 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 搞錯了 再來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想和你 回到那天 下雨 讓世界停止 那一陣雨 只想擁抱你 在下雨的證據 以外你也不會騙 在下雨 看遠了 OK 謝謝 欸史富有掌聲吧 那你也討厭音樂老師嗎 我非常討厭 哈哈哈哈 不要下班好嗎 好想知道那位 音樂老師是誰啊 不要吧 那應該不會看我們節目吧 應該不會 嗚 害我嚇一跳 如果今天讓你選擇 實體跟線上 你會想要上哪一個 實體 唉唷 實體 為什麼 那這家 是很無聊 但是在學校可以追劇嗎 可以啊 由於我們真的不太清楚上課 到底該如何追劇 所以請了一位男同學現場解說一下 把手機放在那個 無印良品的那個透明網前面 然後放在前面就可以看了 你可以拍一下你怎麼追劇的 然後傳到IP給我 可以可以 那你們在上網課 你們覺得全班有幾層的人在上網課 兩層 兩層 你們是其中的兩層嗎 我就是看老師 是不是也討厭音樂老師 他是一個音樂老師吵架 他跳過來來 然後吵架 超兇的 然後整個四樓都是他的聲音 超大聲 你有沒有覺得很崇拜他 呃沒有 哈哈哈哈 只有兩層上課的狀況下 都在幹嘛 看老師如果不喜歡的老師就 可能玩手機吧 那喜歡的老師呢 告白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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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玩手機 你玩什麼 原神 原神 好玩嗎 大家都說是糞Game 哈哈哈哈 大家不是我 你要廚師才會有那個體驗 哈哈哈哈 我玩了很久手機 沒錢財 大家好 我是大家永遠的學長居民 這一集呢 要特別感謝 阿薩母奶 OK 直接切入正題 以前老師常說 現在不好好珍惜 學生時光 以後長大一定會後悔 必須說 現在上課是真的很輕鬆 大家想幹嘛就幹嘛 甚至 你可能現在都沒穿褲子 但你可以出去打電動 你可以追劇 你甚至可以去電影院看電影 但你卻失去了 跟朋友在學校 相處跟打鬧的時光 我的意思不是說 大家要因為不能去學校上課 就負面到爆炸 但只不過是我看到大家好像蠻爽的 還是有點唠叨想提醒一下大家 那最後我覺得老師說的對 但好像又不夠貼切 所以如果就我的話來說的話 我會說 成長的過程就是不斷的失去 若不留下些許遺憾 又該如何學會珍惜呢 而若毫無失去 那也就不精彩了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在失去中 遺憾中也學會如何珍惜 就這樣 然後祝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樂 大家好我是明舊的建民 首先很開心同學們的回答 大家很真實也很勇於表達自己 前面說到和老師吵架這件事情 我也有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是出了社會才知道一個道理叫做 爭取利益的方式 除了離職氣壯以外 還有別的 誰何常沒有年輕過 你勇敢 你有原則 你有態度 你有被容忍的機會 這些都是學生的特權 最慘 大家不要一個 就被退學 但上高中的你 也是一位未成年的成年人 你得慢慢學習人生的思考模式 不只有一條路而已 你得去體會他人的善意 接受他人的意見 鼓勵自己嘗試新的事物 儘管不是你喜歡的方式 這些苦難的積累都會有個結果 這個結構裡面有 你想要的生活 你喜歡的事物 還有你愛的人 不管怎麼樣 人生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幸福的過程 不斷追求愛跟快樂的過程 就這樣 那祝大家平安健康 繼續愛這個世界 拜拜 本片花絮高中生覺得 幾點起床上課比較好呢 九點或十點 八點吧 八點 十二點 對嘛 這個才合理啊 怎麼可能八點 我問你十二點你要幹嘛 你睡到十二點幹嘛 剛出夜店是不是 沒有 我們要多補充睡眠才會長高 不然就會有些人就只有長一百六十 那你覺得幾點上課比較OK 八點半吧 八點半 多那半個小時要幹嘛 可以 可以多睡點 八點半吧 可能有些人 補充到很晚 然後 那你是那個有些人嗎 不是啦